懂了?小知识大事件! 一鼓作气 春秋时期,战争不断,公元前六八四年,齐国出兵攻打鲁国。 鲁庄公率兵前去长韶,决定与齐军决一死战。 齐军先声夺人,雷起战鼓准备进攻。 鲁庄公刚要率兵应战,却被同来的曹贵劝住了,他认为时机不到,劝鲁庄公再等等。 齐军见鲁军没有动静,又一次雷响战鼓,可曹贵还认为时机不到。 齐军见鲁军还是按兵不动,又第三次敲响战鼓,向他们挑衅。 曹贵当机立断,劝鲁庄公说,进攻的时机到了。 随着雨点般的战鼓声响起,早已摩拳擦掌的鲁军奋勇而上。 齐军三次进攻卫国,早已士气大减,疲惫不堪。 有的人甚至已经做下消息,鲁军的突然出击,使他们猝不及防,顿时溃不成军。 战争胜利后,鲁庄公问曹贵说,为什么要等齐军雷三次鼓后才能出击呢? 曹贵说,打仗,主要靠军队的士气,敲第一变鼓时,士气最旺,第二变鼓时,士兵的勇气就已经减退了。 第三变敲鼓,勇气已经耗尽,这时我军趁机勒鼓而上,士气旺盛之军,攻打松懈疲乏之军,哪有不胜的道理。 鲁庄公听了曹贵这番话,不禁称赞道,将军真是精通战士的奇才呀。 一鼓作气是指作战时,雷第一痛鼓,勇气振作起来,比喻在尽头众胜时,一下子完成。 如,在学校举办的爬山比赛中,我一鼓作气,第一个登上山顶。 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能同时往两边转? 搜索苗董少儿微信小程序,了解更多趣味小常识。